是 再拿一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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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 我今天就叫不是 刚才我可以洗 洗脸了 洗脸了 我记不洗脸 我不是 我看起来很凶呀 怎么会 超级帅 你看 你看你看 是不是超级帅 千万 哎呦 还有 记得翻译啊 同学们 今天是新学期第一堂课 大家有提前预期课本吗 有 第三页第一道思考题 先带大家翻读讨论一下 待会儿进行分享 师傅 你什么时候开始教基础课了 那个丸子头真的是你 我还以为我看走影 太妆嫩 不适合你 好了 大家安静 现在开始上课 师傅 临床催眠不同于舞台催眠 只有接受过系统专业培训 具有相关学历和职业技术支撑 且遵守职业伦理的专业主任者 才可以实践 师傅 等等等等 师傅 在学校注意言行 好 林老师 这位同学有什么事 说吧 我想问一下 您觉得徒弟跟学生有什么区别呢 林一新 你怎么叫不要脸啊 随便跟我人家男朋友 是你男朋友主动给我爸的消息 我只不过是礼貌性的回应他两天 他给你发消息 你不会把他拉黑吗 你叫你不要脸 不要脸 少哥 别跟我说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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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林一新 看见了吧 你要是再敢勾引我男朋友 我就把你的家里人抓花 你就等着翻场维修吧 准不准容关你什么事 你就好像把你自己脸上的食之不脑 刷起荣了 你还想干吗 想英雄就美呢 少管闲事 这是林老师 林老师 我真的没有勾引她男朋友 是她男朋友 自己跟我爸的消息 你看 让我看 你看她 不舒服就说不舒服呗 在我男朋友面前 装什么可憐 就是不要脸 不用说谢谢 这种情况应该说 不用谢或者别客气 不用说谢谢 搞得他俩很熟一样 你男朋友有立场这么说吗 他应该这么说话吗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想勾引人家呗 对啊 想勾引人家呗 这就更明显了 怎么又说谢谢 跟我不要说谢谢 那他希望他说什么呢 你这么厉害 怎么不回去管管 你自己男朋友啊 行行行 好了好了 散了散了 我去上课 散了散了啊 你 走了 走了 没事吧 没事 哦 谢谢你啊 手机还给你 林老师呢 我还没跟他说谢谢呢 他这人就这样 内热架不住外冷 你别介意啊 你跟林老师很熟吗 算是 满熟的吧 对了 我们已经偶遇过两次了 我都还不照你名字呢 我叫肖骁 是在职研绎的新生 我叫林欣 那咱俩加个微信呗 好啊 你去买窗壳贴了 不然呢 我答应了 疼吗 当然了 疼就对了 疼才能让你长记性 你刚才出手帮助被欺负的同学 是没有疼 但你说话的方式充满了攻击性 让别人以为你是在挑衅 你这样只会更加激起矛盾 我错了是吗 你如果想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 更应该懂得语言是一种戾气 所以你更应该 更好地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知道了 别照了 再照也就这样了 我记得你 把你惹精 不过去 当你变得活跃时 它会不会被你感染 你 又是一片石吗 你 太好了 喜欢你在他面前撒娇 关于上杰克的数据收集 我有个问题 如果我说自我报告 是一个重要的数据采集方法 那怎么能确保 自我报告的准确性呢 这里是办公室 不是课堂 这个内容我下杰克会讲 问题不过夜 难题不倒手 这是我一贯的学习准备 你教教我 你稍微跟我说这五分钟 不然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 好吗 我等不到下杰克 我很快就学会了 你怎么这样 林善 小秦哥 来 来来来来 走 来 走 怎么了 但我又没见成小花猫了 没事 我在学校不小心让人给挠了一下 去学校了 我考上研究生了 我现在每个周末都要上课 你不是我还忘了 没想到时间真快啊 这研究生都上学了 你自己说说咱们多久没见了 你之前每次约我都临时有工作 幸好今天是周五 我师父他固定外出 不然我连这点闲都没有 你们开学第一天就打架啊 老师不管啊 你知道我们老师是谁吗 你们老师是谁啊 林善 这么巧 来 点东西吃 好呀 不愿 那得跟班里其他同学呢 相处得还好不好 都挺好的 嗯 嗯 谢谢 哦 谢谢 怎么了 也不知道是谁 把我的微信号给透露出去了 现在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来加我 都不是我们班的 你家里的男生会不会是那些 喜欢你爱慕的男生 他还有一天 能不能 便 需要